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专业评论员 时事观察 时事观察 各位听众你好 我是梁嫣诚 跟大家讲讲世界大事 最近香港有些新的问题争拗 就是因为文贫史的历史科考试 就要求考生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日本1900至1945年之间 为中国带来的是否利多于彼 这个问题问得很奇怪 一个很长的时间 1900年就是八国联军的时期 日本当然有打过中国 到1945年就是抗日战争完结 这段时间 究竟日本对中国带来的 是否利多于弊呢 这个问题问得奇怪 为何会是否利多于弊 然后他给了两份资料 是给他学生做参考的 这两份资料 确是涉及日本曾经帮过清朝 曾经贷款帮过中国的革命 那么好像根据这些资料 就是日本真是帮中国的 那么多人很大争议 差不多有些多常识都知道 在1900至1945 应该更早一点就是1895年 革命战争 就是日本和中国的冲突 一直以来 到后来对中国的欺凌 到处侵略 到南京大屠杀等等 这些血肉的历史 可以说是非常惨烈 中国都备受侵略 和几千万的人失去生命 在这么残忍的一段历史里面 竟然问是否利多于弊 问得很奇怪 当然引起很多的争论 其实香港对近代历史 过去我们成长的过程 是受英国的殖民地教育 由于我读中文学校 我特别选历史来读 其实初中有些中国史读 到高中就可以不读 因为如果选李祖 就不需要读历史 我当时的理科成绩都很好 不过我自己喜欢 历史 所以我宁愿读民祖 当时说 读民祖的应该是差点的才读的 但其实我是因为 我想读到历史 特别是 西方的历史 西方近代史 以及中国的古代历史等等 但是那个时期 其实香港的教育 这个近代史就说到 这个 满清 结束民我成立 就开始 不说了 因为涉及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就涉及 国共内战 就会有很多争论 因为当时在香港 又有国民党 又有共产党 两面 就是随时打架 但是我自己 就 发觉 如果我读的历史 都是 很表面的东西 古代史 中国自古道到近代 这些的历史 都是读得 不太深入 所以我自己 买多很多书来看 中国古代史 近代史 当然 到真是近代 特别是国共内战 抗日战争 其实是没什么 读的 课程 没有的 不过 我自己买很多书来看 当我买很多书 我自己才知道 原来近代中国受的苦难 是这么深 我们被外国的欺凌 是多么的 厉害 我们可以说是受尽屈辱的一个民族 而 到了日本侵华 是一个最高峰 特别我当时 其实是考中文大学 的时期 我自己 悶的时候 我就会 看一本 抗日画史 那本 历史书里面有多图片 看见日本对中人的 欺凌 杀禄 除了南京大屠杀 还有很多其他的杀禄 看见是很激奋 很为中国而悲哀 其实在殖民地教育 在教育的过程 其实就是 鼓励我们 说西方是比中国好 而且 英文是更有前途 整个教育里面 觉得 懂英文 或者懂西方 是更好 有些英国贵族的 学习 是更好 中国 特别是中文学校 已经是没有那么被重视 而对中国文化 基本上 都是 在英国的教育中 多少 有些 看不起 但我又偏偏反叛 我自己看了很多的中国文化 因为我要 探索我们自己这个民族 过去创造的文化 我十三岁到十五岁 那时候我已经在看老子装置 那之后 我亦看西方文化的 柏拉图 阿里斯多德的哲学 然后又回来看中国哲学 就看唐君毅 梁秀明 前目的那些书 看完我才知道 我们这个文化 真是很伟大的 那时候我读高中 我就看唐君 《中国哲学原论》 和看 馮友兰的《中国哲学史》 当我看这些书 那时候我真是 很佩服我们 瑜伽 道家 宋明 理学 很多思想家 那些深细的智慧 人生的深度 那时候很沉醉中国哲学 所以后来 我就去中文大学跟唐君毅梦中三 学中国哲学 那我们的文化 又是很伟大 我们的民族 过去都曾经很光辉 但是近代受很大的苦难 但是那个时期 我们的 基本上 我爸爸妈妈都是 从中国大学走出来 都是对中国共产党 很多意见 那另外 就是 我们亲眼见到的中国 我小时候 就是 大约正失败 三年的饥荒 很多饥饿的男人 逃亡出香港 我那时候很小 但是听那些大人说 知道我们的国家民族 都是很多 很艰苦的过去 然后呢 就到 文化大革命 就是我读中学的时期 才看到 中国那种的动乱 和那种 主观独断的意识形态 如何去骗年轻人 去无端端将他人 来斗争和侮辱 是不准人说其他的东西 这个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恶梦 其实呢 在我们 那一代的中国人 特别是香港看见的这一切 我们真是 是一个恶梦 是很悲惨的 这个民族 我猜不到 到今天 香港 一到 那种的正义斗争 是出现同一种的 红卫兵式的 只有我对 你一定错 你的错呢 如果你不对我说 我将你侮辱 这种的情况 令人 是 一个恶梦的 丛林 可以说 但是呢 虽然我对中国 当时的政府 有很多的反对 和偏见 但是后来呢 就 当我去了加拿大移民之后 我觉得有个使命 就是 因为中国 邓小平改革 没有多新的发展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不去帮他呢 就是骂他就很容易 走到外国更加骂 文革骂到六四 但是 中国一开门之后 那种的贫穷落后 那种文化的衰落 我觉得我应该将 这些中国的文化 带回去 给中人 所以我就开始 回到中国 开始开创 一些机构 讲解中国的 哲学 文化 价值 等等 在中国大学教书 回到二十多年 然后去农村 帮穷人 去解决他们 留守儿童 那种的 苦楚 以及 帮助他们 读书 完成教育 这个过程里面 才会发现 真实的中国 并不是海外讲的 中国 来的 中国是很艰苦 但是在这种奋斗当中 我们 与其 只是在海外批评 我们不如进去 将一些美好的价值 跟国内的人说回 重建人的尊严 这个民族的尊严 以及将我们一些 学到好的价值 例如法治 人权等等 都可以分享 很奇妙的中国 如果你是真心诚意 去认为他好 去跟他反映意见 中国是好听的 但是如果你天天没欺骗他 他当然不会听你的意见 在中国 经过我艰苦 奋斗的过程 而我作为香港人 最主要就是 去找回我们那个民族文化的价值 和我们历史的苦难 由这个苦难 如何解决 转化成新的希望 对历史的了解很重要 所以当现在这一次 到这个 试题出的时候 都是带给我一个 很大的失望 就是现在应该 香港歸回中国 但是为什么 问问题 会有些洗脑式的 有倾向性的 就是这条问题 是否同意 1900到45年 日本为中国带来 是利多于弊 第二 这个问题的文化 基本上是一种 缺乏专业的 是疏漏失责的问题 因为这是一个 评价历史的问题 研究历史最需要 先研究全面的材料 然后更可能 按一个接近事实去解释 然后再作评价 这个问题开始 评价问题 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历史问题 涉及那么多年了 提供的两段材料 我觉得它是纯一面倒的 倾向是利多于弊 而且日期 是1905年 到1912年 这些 很短的日期 跟他问的 1900到1945 似乎都不相应 提供的材料 既是这边 单面的 不能够提供全面的材料 不能够提供平衡的材料 这个做法 是不是 不能够基于客观 和全面的方法 能够了解 历史的事实 所以 基本上 这种文法 是违背了历史研究的专业 能够提供问题的 那些后面的委员 应该撤去 基本的资格 休息一会 回头再谈 请不吝点赞 订阅